欢迎收看新闻大追集 我是姚嘉倩 有一句话说 世代夫无耻 世卫国耻 最近大家看到前行政院秘书长林毅士 他身为政府官员却向民众所惠 嚣张的态度真的是让各界是瞠目结舌 但是林毅士他收钱的数目以及手法 和许多世界政坛上的贪污前辈来说 真的只能说小屋见大屋 把钱藏在水池里不算什么 还有大陆的官员贪污是把钱藏在粪坑里 甚至是鱼肚子里头 今天节目当中 我们就要让这些贪官污吏一一现行 好 先为您介绍今天的特别来宾 第一位是资深的媒体人张友华 友华你好 嘉倩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第二位同样是资深的媒体人郑佩芬 佩芬你好 主持人好 观众大家好 好 第三位是台北市立教育大学的助理教授 邱建一 邱教授 邱建一 邱教授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节目一开始 我们就要来讨论这个林毅士 当初为了救自己的儿子 林毅士的妈妈 急急忙忙 拉着一大个瓦里头装 有1800万台币的行李箱 主动到特征组来投案 不过这一打开发现 钱怎么是湿的 因为她的母亲竟然把钱藏在水池里头 而且对照 林毅士她第一时间 特征组的人问她说 钱跑去哪里 她说 钱被烧掉了 这些汇款真的是水里来火里去 佩芬首先就要跟你请教一下 当时候你听到 这一家人这么处理这个汇款的手法 真的是太口水 还是太天真了 其实你知道吗 我讲如果要讲天真也不为过 因为虽然说她的父亲林先保 做过世界县议员 世界省议员 那是在蒋经国时代 算是非常不错的政治人物 可是基本上还是地方型的人物 那你知道地方型的人物 如果是你一号人物 特别是她的红派 红派大佬 那个夫人的话 那影响力很大 然后呼风唤雨你知道 然后但是也没受过这种惊吓 不知道失败是什么滋味 没想到会被偷露 对 那再加上林毅士 我们在讲她1998年就当选立法委员 那年马英九才刚刚当选市长 所以蛮少年得志30岁嘛 你在想短短14年间 从立法委员一个阳村立委 然后到今天的刑志院秘书章 很了不起 在国民党里面真的不可一世 真的啊 所以我常常讲她 你如果说她少年得志也可以 你说小人得志也可以 因为就小朋友嘛 那她其实是从李登辉时代就串红 那她串红的时候 那是真的是蛮嚣张的 真的 你知道 当时候你就 她当时就很嚣张 因为那个时候 因为李登辉那个 执政以后就说民进党成立 然后国民党每次选举就开始慢慢慢慢衰败 那李登辉就认为说 我的党意跟民意脱节 那国民党又是外来政权 他们说 然后又是个老大的政党 然后很多党工的外省人 跟民意脱节 就应该找一些 民意代表进党做党工 然后再提拔一些年轻的 本土的这些政治人物 然后赖国之后就赴马延 当时就在清工会 就成立了青年团 然后这些官二代 国民党的官二代 什么吴伯兄的儿子 吴尊一的儿子 那一队通通都在里面 你去点名全部在里面 就是青年团 那选举的时候青年团很威风 挂个臂章 穿个银夹克 骑摩托车这样 那林医师就是那个时候 就开始跟他们接在一起 那在党里面 因为那时候 我正好在复工会 有时候会碰到 青工会复工会 是又在隔壁 那看到你会笑笑的打招呼 可是从来他有疗气 我形容他有疗气 那个疗气不是现在 以前就有 他给你点头打招呼 但是绝对没有多哈一句 就这样过去 那慢慢你看这个 连在后来接任党主席以后 年胜文在带青年团 他开始更串红 因为他那一届一届连任 那后来就说 2005年马英九 接了党主席 就说要有青年的声音 马英九年轻嘛 就是要有一个青年代表 到党的高层 他们就说 应该有个代表到副主席 那副主席哪里 来到青年团 选个总团长 那连胜文那时候 就是团长的精神领袖 他们就说 那就叫连胜文 连胜文说不要找我选 有点丢脸嘛 你们自己选 所以他就跟周守训拼 那他你知道国民党是 北部 外省 然后大佬 所以他是个南部的 然后你知道 又是高雄人嘛 然后又是个年轻的 所以周守训是 北部的外省小孩 所以就选不过他 所以林医师就出现 出现以后 2006年 党的17届 党的大会里面 他就 好像选了八个副主席 他就其中之一 那时候才三十几岁 在国民党里面 真的是破天荒 那所以后来 吴国雄接了党主席以后 让他都政策会执行长 那马英九也没太有 guts 就说出了事以后 他说那是吴国雄提拔的 人不是他提拔的 拜托 可是把他拉到 复密 拉到秘书长是马英九 而且他还是落选的立委 把他放到那个秘书长的位置 那在奖金国时代 绝对不会这样用 政务官就是政务官 明代就是明代 因为明代常常要官说 要选民服务 请托之类会惹很多麻烦嘛 所以马英九真的不要去推卫责任 所以我们看到这次林医师 他可以这么不可一世 其实是有 有机可学的 在过去就观察出来 他可能一些习性上面 可能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狠迹在 不过说到把这个汇款藏在水池里 这一次林医师的母亲是这么做的 但是不禁让人家从这个手法联想到 对岸有一个官员 就是前崇信的司法局长文强 他当初我们看到他 所汇多少钱呢 1211万元人民币 这样的一个金额 加上他不只是所汇罪 另外还被指控有性侵罪等等 四项罪名 最后是判处死刑 在两年前已经被死刑 已经执行完毕了 不过我们就要来请教是有话 来谈一下 这个人虽然已经死刑 已经执行完毕 但是当初他藏钱的手法 因为这个金额看起来 好像其实也不太多 他金额虽然是1211万人民币 但是就薄熙来他们侦办的结果 是不止1211万人民币 他们讲至少 至少是4000万以上人民币 他把它藏在哪边 是他大老婆讲的 因为他还有小山 本来钱藏在小山那个地方 那他的大老婆认为不安全 所以他就去盖了一个池塘 这个池塘后面弄一个假山 那假山下面刚刚好 就是水池的底下 他就分成了八包叠上去 跟一个假山 一个水塘 然后水塘下面 所以成为一直线 那他们在找文强的钱 通通找不到 然后天花板是有 但是钱的数量不多 大概只有不到100万人民币 结果他们说 你弄那么多钱 到底弄到哪边去 好 这个薄熙来交给王立军 王立军问那个 就审讯他的大老婆 全部招 结果没有想到 从池塘的假山的下面 全部弄得出来 然后分成八包 八包都是 全部都是防水包 全部都是防水包 结果弄得出来 文强认罪 但是林医师 他比文强还稍微厉害一点 就是现在网路上面 都有笑话 叫做水里藏 火里烧 冲马桶 然后藏粪坑 就换句话 那个不能当真 我说那个是网路的酷手板 这个酷手板就是说 这次林医师的藏钱 就非常奇怪 藏在水里又有火里 又有马桶 又有粪坑 就是话笨词 就是说证明了一件事 他跟文强两个人 都不懂得如何的洗钱 如果有一个高级礼砖 能够搭配他们的话 今天大概好 不会弄得那么难堪 太嫩了就对了 洗钱手法上太嫩了 不过我们翻开这个中国历史上 大家第一个想到最大的贪官 一定是清朝这个大贪官 叫做和珅 我们看到和珅 这个也是网路上的数字 说他当初贪的这个钱 如果换算如今的市值 高达了两到三千亿新台币 大家注意这单位 两到三千亿 邱教授 但是你刚刚跟我说 其实没有这么多 其实他贪的钱没这么多 他的手法是如何呢 其实和珅的问题是这样子的 他那贪污的钱到底有没有 两到三千亿新台币这么多的数字 这个是后来这个小说加笔法 一直往上加的 其实中国历来的贪官 最大的问题其实不在于贪污 而在于说你污来的钱要放哪里 对啊 两到三千亿要藏哪里 两三千亿台币的这个数量 这个简直像山一样的数量 这个没有地方放嘛 所以说这个上放这个什么地上买起来啦 或是什么池塘里面 或者是这个在夹层里面 这很常见的 但是和珅基本上我们知道是说 后来他被抄家以后 那个正式的那个清代档案里面 事实上记载说 他呢是这个 这个被找到黄金是三万两 黄金三万两 黄金三万两 那这个白银的话是三百万两 那另外除了黄金白银之外的话 因为这个还算小数字 因为和珅本人的那个新凤 他的薪水 他的本凤是一年是一百七十两 一百七十两 本凤一年是一百七十两 但是他有一个那个这个特资费 跟他那个职务加级 那这个加起来以后是 一年是十四万两 他的那个特资费是十四万两 那个职务加级 那本凤是这个一百多两而已 那如果这样看起来的话 他如果找到三百万两的 这个白银的话 基本上应该还OK啦 因为他当官当了二十年嘛 对不对 不吃不喝加起来又有那么多 所以和珅最大的财产 事实上并不是那个现金 所以我贪官 最怕就是把现金放家里 要不然被偷偷怎么办 所以和珅事实上 被找到的时候 他最大最大的财产是房屋 一千多间 房屋有一千多间 房屋有一千多间 土地呢是一千四百多亩的土地 那这个亩的土地呢 换成我们这个现在的工资的话 换成七百多公亩的土地 简单来讲的话 整个台北新都被他包了就对了 新北市都被他包了 地盘这么大就对了 那这个和珅 他其实上他这个人 他的那个钱怎么来的 他钱进来以后 他大部分的钱 就拿去这个投资房地产 或者投资这个股票啦 当时一定有股票 买卖土地这样 买卖土地 然后投资银楼银行业 他们家族有整个金融体系 从最上层到最上层都有 从那个收款到放款都有 所以其实很多人认为说 和珅他的财产 事实上很多是他自己赚的 当然一开始的时候 他是乌来自真的没错了 那他的乌的手法 事实上两大手法 那第一个的话 他先提上一个东西 叫义罪营 义罪营 义罪营事实上是他提出来的 义是这个讨论那个义会那个义 罪是罪 那个有罪有没罪那个罪 犯罪的罪 犯罪那个罪 义罪营 这个义罪营呢 是他对那个乾隆皇帝提出来的 那这玩意很有趣的 因为其实在这个清代 在乾隆以前 基本上如果犯罪的话 你犯什么罪 说什么罚 那是一定的 但是这个义罪营的话就有趣了 义罪说可以义科罚金 就是你犯了罪以后的话 这个脚钱来抵这个罪 而且最有趣的是 为什么皇帝会同意说 义科罚金呢 是因为 这个什么 那一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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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帝基本上 他去了一个叫内务府 这个单位 而内务府基本上 就是我刚刚讲的 这一个作为皇帝的这个个人私库之用 而义罪营最后进了皇帝私库 那 和申顺便装保私囊 这他最主要钱的来源 哇 所以也可以说和申 他是有另类的一种理财手法 不过这些钱都是乌来的钱就对了 好 我们看到 其实这些贪官 把这些汇款藏在家里面 水池里甚至是用火烧掉 但是你以为这样的藏钱手法 已经够惊人了吗 下段节目 我们就要继续告诉您 有一些汇款是藏在 你想都想不到的地方 我们休息一下